凌晨12点左右在超商前 通过画面可以看到门口聚集了相当多人 那民众报案说一次有人姿势砸电 那当时正好也有民众准备前往消费 看到这么大的阵仗简直吓坏了 站在门口是久久不敢靠近 那附近有民众也拍下了画面 不久就看到了台中市五分举两部警车抵达现场 还有多名远警到场了解 双方就在大马路上看似对峙 那究竟什么事情呢 原以为是帮派聚众斗殴 不过事后了解 原来呢是苗栗地检署检察官 率移民署人员以及苗栗县警方在侦办案件 那当时呢进行破门的时候呢 才会引起入人误会 以为是在砸电 乌龙一场 不过因为台中市警方呢 这边事前并没有接到任何的通知 才会造成误会 以为呢又发生了什么砸电的事件 事后记者呢也向警方询问 那选举将这一次呢 就是在查总统选举的赌盘 不过详细的内容呢 目前警方尚未透露 那么好